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这个旋风司令还带出了一支旋风部队 因为他敢于冒险 善于其袭 就连国军许多著名将领都不免称赞 杜玉明曾说最难对付的就是韩仙楚的旋风部队 陈诚在日记中还记载着 韩仙楚所部很难对付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他的部队 魏力王也承认韩仙楚是一名胡将 动作之快 如同旋风 也正是因为他有这过人的本领 才能率领旋风部队 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天涯海角 功无不可 战无不胜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可是这让打得好的人 脾气也值也降 所以才会出现 韩仙楚干涉林彪元帅女儿 林立国选美的事情 原来在1970年的时候 叶群让张云生去福建 给林立国选美 其实就是物色对象 而且张云生出去办这个事情 一去就是半个多月 当被韩仙楚问及时 张云生表示 他们做秘书的也没有办法 信都耿直的韩仙楚 当下就是说你们不好提 那就我来提 当他向叶群公开提出 他对此有意见后 叶群还找林彪去告状 只是林彪元帅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看来还是挺支持 韩仙楚的做法的 叶群也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 韩仙楚上将可谓是龙马一生 但是在其背后支持的 妻子牛纸 同样为革命付出了一份力量 他1938年参加革命 1940年加入我党 曾在东北野战军第四总队司令部任政治指导员 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十一小学协理员 教务处主任 以及福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职 还曾获得独立功勋荣誉章 看着他曾经担任的职务和获得的荣誉 不免感叹 这才是最美的人 而且 刘纸老人仍然健在 已经高寿98岁 衷心的希望 他能够身体健康 生活安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